老玩家,你们不会以为现在的喷泉还是以前的喷泉吧? 啥情况? 这个视频可能会让很多老玩家伤心,会让很多老玩家伤心 小伙伴,注意看,随着新版本的更新,我们的喷泉还在 伙伴们,伙伴们,你们不会以为我们的喷泉还是以前那个喷泉吧? 伙伴,我们的喷泉发生了一个半天覆地的大变化 小伙伴们,这个视频可能会让很多老玩家伤心 我想先问你们一下,你们有没有在蛋仔岛玩过喷泉呀? 伙伴们,如果你们在蛋仔岛玩过喷泉,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呀 伙伴们,伙伴们,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? 随着新版本的更新,我们的喷泉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你们不要再说我们的喷泉没变化了 你们不要再说我们的喷泉没变化了 随着新版本的更新,很多人还在都在关心我们的蛋仔岛上出现了好玩的草莓熊乐园 伙伴,伙伴,当我们的蛋仔走到草莓熊的身边 可以坐在草莓熊身上打卡拍照 所以啊,有很多人都没观察到我们喷泉的变化 伙伴们,伙伴们,这个视频肯定会让很多老玩家伤心啊 众所周知,现在我们的喷泉是一个圆圆的,对吧? 伙伴你难道你们忘记了吗? 在以前,我们的喷泉并不是长这个样子 伙伴们,你们看,它看起来非常的简陋 但是啊,它是所有老玩家的回忆 伙伴们,伙伴们,你们还记得这个老版本的喷泉吗? 我们的喷泉发生了大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